大家好 我是盈盈 这两天瞎忙 也没有好好拍视频 上一个吃羊汤面的视频 其实是昨天的 因为昨天吃完羊汤面之后 我就去忙了 就是一直是没有空 也没有心情 也没有时间去拍视频的 这两天一直在看房了 看房我觉得比找对象还要难 因为咱也不是有钱人 这个是大事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凑合一下 应付一下就了事了的 这个东西又得看房型 还得看地段 还得看周围的这些设施 还得考虑它性价比怎么样 还得考虑到以后的事情 越考虑的越多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你看上的房子买不起 你买得起的房子 你根本就看不上 可能大多数在上海 安家的青年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不多买 只买一套做投资 这个事也就不跟大家说了 我今天没有去看房了 是因为我昨天 我说过嘛 昨天没有时间就忙去了 忙什么呢 昨天吃完面之后 随便看房 看到了一套 看到了一套 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因为二手房要关系到购资税的 超过五年的房子 税点就很低 如果这个房子 没有 它的产权 刚刚还不到两年 未满两年 它税点非常高的 还得多加一个5.6的格外的税 以后二手交易的 好多朋友都是知道的 之前看过那些房子 就有的房主 基本上二手房多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房 有一些房子是新的 没有入住 但是它都已经买卖过了 就是交易过了 其中它房主买的时候 它还没有到两年 都是这样子的 它的税就会高 就会额外加一个5.6 所以买房考虑的真的很多 又得考虑到税 还得考虑到 真的很多了 就包括中介 是你中介费 有的中介公司要两个点 两个点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400万的房子 假设我们举个例子 它两个点 它就得要8万块钱 如果这个房子是500万 或600万的 那就乘以二 后来找的中介公司 都事先跟他说好 你要是两个点 我绝对就不给你做了 我就给你一个点 你可以的话 我们就谈 不可以的话 我们就不谈了 没有买房的时候 你可能想不到一些事情 真正你动起来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问题 但是遇到了我们就留意的点 也就是说也懂得多了 也就提防的点 自己住的点就行了 这个东西不像小事情 也怕自己吃亏 这两天就是这样子 这两天身心憔悴 竞技神都打不起来 我昨天累的都没人样了 他不是那种体力上的累 是内心的压力很大 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压力大 因为你看上东西 你钱不够 你真的想买 真的想交易的时候很难 因为我说了 我不贷款 我不想贷款 要么就全款 全款的话 会少了很多限制的 反而还更好一些 但是全款不是说 每一个房子 你都有那么多钱的 所以说买房子 途中会遇到很多 自己之前想不到那些事 之前想的很好 我就这些钱 我就按着这些钱来买 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哪有那么天时地利 人和的 哪有那么相当的 这两天就是这样子度过来的 所以精神压力非常大的 今天好多了 因为我今天想开了 昨天静安的 阿姨和她女儿 就不是要交易这个房子 都谈好了 我当时看的那房子 没看中别的 我看到周围设施好 还有房型还可以 它是老房子了 都快20年了 它户型还可以 然后价格谈的 也就是说适中 也不算 就是说在她那种地段 它这个价格是适中的价格 不会买高的 当时就立马就觉得敲定了 就要交易了 这大伙都聚在一起了 开始要签合同了 交定金了 交定金签合同 后来我们后续的又谈了点事 之后发现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 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最终导致没有交易成功 没有交易成功之后 这也是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 就回来了 因为房产中介是非常着急的 房产中介它是急于把这事情谈成 急于赚这笔佣金的 我不说房产中介的话 就算一个点的话 它一笔单子能赚多少钱 你们可想而知了 1% 就相当于假设 我们是100万他赚1万 500万他赚5万 因为中介公司 它的目的性很简单 就把你们出合成功了 你们在一起交易 咱把合同签了 签完之后定金交了 然后就得开始实施了 就哪怕明天过户 就开始办理这些手续 第一房子要立刻能过户的 就是说什么问题不存在的 这样房产中介公司 它的拥挤 立马就拿到手了 其实房产中介公司真的蛮赚钱的 我觉得 好多人说 你们自媒体怎么怎么样 我就跟大伙说 360行行 你别小看了 行行做的好 行行出状元的 自媒体算啥样 但是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这不是得罪 得罪各种各样自媒体平台 人家房产中介公司 一个月只要谈成几笔单子 以上海的房价的价格 每个月的收入都是几十万 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 不开玩笑的 算什么 房产中介公司 你只要认认真真的 你把你房源信息收集好了 你只要把客户 客户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说想买这片区的房子 就会到这片区的 各个房产中介公司来看的 你只要有一个小的门面房 面积不用大 然后把房源信息往那一贴 那就会招揽客人的 其实房产中介公司 还是真蛮赚钱的 就不要说开发商了 开发商就不要谈了 这个行业一直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360行 行出状元 好多朋友就说 你们这个行赚钱 那行赚钱啥 隔行如隔山 人家好多行业 比你赚钱赚的多多了 你算个啥 真是这样子的 所以人只要努力工作 不管做哪行好好做 都是可以的 我就说的跑题了 就说的这房产公司急于成交 幸好没有成交 其实我当时看的那个房子 就是因为它性价比可以 其实我哪都没看上 就是觉得房型还可以 觉得性价比还可以 觉得我都受不了了 我就不想看了 我都累都累死了 我就身心受折磨了 我就觉得差不多就得了 就那样子 幸好没有交易成功 我今天早上醒来之后 我就看着 上海的这些树木 看着这些梧桐树 我就看看马路上的工作的行人 我就今天不想再看房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看缘分的事 咱不是有钱人 这是大事 咱就是慢慢来 慢慢去找吧 哪一天真的是觉得可以的 真的是有缘分的 觉得这房子真的可以 然后成交就成交了 我是这么觉得 我今天的思想 我觉得还好一些 回归正路了 然后自从今天早上 有了这个思想之后 我就看到这个天 即便它是阴天 我都觉得我的心情很好 什么事不能急 慢慢来 稳打稳抓 稳得住 一定要理性 不能着急 不能因为谁吹你 房产中介公司吹你 急于成交 不能被任何人影响 永远都记得 所以我今天心情好多了 这两天 咱们也不急于看房 所有上海的房源 基本上心里都有数了 然后我把我的思想 已经告诉各个的房产公司 和中介公司了 我说有什么样的房型 什么样子的面积 然后再多少多少的 如果有这样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不然的话 你不要联系我 否则我会把你拉黑名单的 不要骚扰我 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我要什么样的了 所以我也不着急了 谁愿吧 我说了买房子 真的是跟找对象是一模一样的 太不容易了 不是大家想要 想有就有的 不是你想要就要的 不是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的 不能僵就不能臭